大家好 我是少方 大家辛苦了 在这等很久 各位演员也是非常的辛苦 那首先我想请问高老 欢迎这部影片你在微博上面说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 那它不简单在哪里呢 不简单实际上就在依妃扮演的这个女主人公身上 她在金钱和爱情上和她这个专责关系 因为她到底是把灵魂是卖给魔鬼 用自己的灵魂来救赎自己 这种关系 那我就想问问这个不简单的行路 也是一飞了 我觉得承邦于堂那是霸道总裁 承邦了那么多韩国欧霸 你觉得到底是什么样的魅力 能够打动那么多男生跟你一起来合作出演 我觉得现在其实今天也是影片的在院线的第一次跟观众 就是点音见面嘛 我倒是比较好奇 大家有没有什么那个 关于影片那么多 因为我个人是没有看过影片嘛 我对这个是比较感兴趣 韩国男神嘛我觉得蛮幸运的 确实合作的都是大帅哥 所以欺骗女神的大好机会来了 她还没有看过影片 好那我们我看到影迷已经迫不及待的再举手了是吗 好那位穿黑色的影迫 这是 你好 我喜欢你很久了 十年了 然后一直都回了观众 然后 这部影片我真的非常非常期待 看了预告 也看过小说嘛 然后我觉得这次你演的特别特别棒 特别是你的台词 真的 真的 我觉得进步特别大 然后 然后说实话 剧情到头我觉得剪得有点太 节奏太紧了 就还没有回味 然后马上就过去了 因为只有一个半小时嘛 然后我觉得都还没有看太过瘾 然后就结束了 说实话剧情有一点点狗血 但是我很喜欢 因为我真的觉得你这次表演得很好 然后我更期待你以后的作品 谢谢你的包容 主要是这位粉丝嫌 这部电影的所有时长都没有全部完完全全的给你一个人的镜头 应该是从头到尾都是你这样才能满足他的胃口 看不清楚 好后面那一位女生 对就是你 后面那位女生 对就是你 好我想问一下 有吗 西西 嗨 你好 我想问一下 这次就是Rin跟你合作 她的中文怎么样 然后我看见最后一场戏 是你掉落水中时候的 让我们知道人呢 就说一下子入水的时候 人的皮肤会有很多那个细小的水珠在脸上 然后我想问一下你是第一次就一次性拍成功还是怎样 二十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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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几次啊 是第一次演员 他那个 他可以说中文 就是他会 也是很好的去表演 但是导演 就还是让他说韩文可能更自如一些 那个那场戏拍了有 有不几十一遍吗 我不知道我忘了 反正拍了二十多次 二十多次 二十多次 谢谢 谢谢你啊 谢谢 好 前面这位 对就是你 然后 eleon 然后他找到你们的 找到你们的 嗯 就那个我们在那个电影里面 看到你的那个 这个电影里面就是有一张你的证件照嘛 然后我们当时就 就那个时候 那个少峰他说 她说原来你真人比照片还要美的 那个时候你的那个证件照 我们知道是很久以前的 你知道放了这张照片吗 我没有印象 你看一下吗 我会注意的 我看电影的时候 还有今天是牛妈妈的生日吧 然后我们代表大家 祝你妈妈生日快乐 我们对方代表大家 祝你妈妈生日快乐 我一定选择妈妈 谢谢 谢谢 还可以再提一个小小的建议吗 好 请说 就那个希望希希下一次 就是微博传图片的时候 那个左下角有一个圆图 这样的话照片会更清晰一些 我尽量啊 台上有两位希希啊 哈哈哈哈 好 好 后面这一位 真不 哦耶 哦耶 呃 大家好 呃 希希你好漂亮 对对对对 亦菲你好漂亮 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要激动啊 呃 呃 呃 我想问一下 呃 顺便问一下导音和亦菲好了 呃 原著的小说的结局是一个很悲伤的一个结局 然后为什么会想到改变成一个比较圆满的一个结局 然后我想问一下亦菲 更喜欢悲伤的结局还是 现在那个两个人在一起的结局 哦 呃 我喜欢这样的 我也喜欢这样的 也不行 我喜欢我 我想问回少峰 如果站在你角色这个角度上面来考量的话 你更希望是一个他们大团圆的结局 还是最终你的终结者工作成功 然后让他们没有在一起呢 其实我理解零峰这个人物 主观的事与非 所以在他的眼里 发展成什么样子 只要他完成他自己的任务就可以了 对对 如果从人物的角度出发的话 那如果作为一个旁观者来说 你觉得他们最终爱情战胜了金钱 是什么样的一种强大的动力呢 那只有一个就是 就是一个是行物太漂亮 另外一个太帅了 这还有什么其他理由吗 爱情没有理由对不对 爱就是爱了 哪有理由 但你给的这个理由 我觉得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 那就是这是一个看脸的世界 对吧 都是外貌协会的 好的 那我们 这里这里这里 后面的这位女生戴眼镜的 这是你 这是你 我也在一起 好 你可以大致说出你的问题吗 这不是好可以 这不是我看 其实我看的时候就是最那个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我觉得 呃 有一天就肿了眼睛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是发炎 那些炎 所以都希望以后 就是 保重身体 什么 保重身体 好 我一定注意 谢谢 谢谢 好 前面的一位 对 对 就是 呃 因为每副一篇作品我都看了 然后很多感觉都是比较悲情一点的片子 你有没有想说呃就是要拍一些比较呃 欢乐一点的 然后跟你现在形象不是很一样的那种 嗯 我觉得演喜剧应该不会容易很多都是一个很艰难的创作过程 所以再看吧 我反正并不是抱着一个玩票的心态去表演 有点纠结自己确实 努力改变一下 谢谢 赞你 谢谢 好 这位男生 姐姐 主唱 你好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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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 还不 我觉得是世俗的婚姻吗 在那里是世俗的婚姻 世俗 世俗 世俗的婚姻 就是 我想问一下刘亦菲 或者高熙熙的留言就是 相信你身边有那种 就是抛开世俗的东西 就不要婚姻的朋友 婚姻的朋友 你怎么看待这种人就是你觉得这种人到死之后 他的人生算圆满吗 哈哈哈哈 你的话题 太深刻了 我有点懵去了 帮演讲 没有 我觉得你这个问的也挺好 其实我觉得这个主题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真爱无价 我觉得最重要的我是想表达这个 哇哦 那我们现场还有一位很有发言权的 那就是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老婆的邵峰老师 哇 你觉得呢 这种世俗的婚姻 在你看来 自己怎么闯用的 其实这就是每个人的想法和人生观望 其实怎么样都是对的 选择一个人单身一辈子也是对的 并没有错 想要孩子没有错 不要孩子也没错 但是所有人都不要孩子 那就是错误了 人类就没有了 对吧 其实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 照着自己的想法努力地去生活 只要做好人做善良的人 咱们都是对的 很感动 好 好 谢谢 这里 好后面举两个手的女生 然后举了好久的手 想跟时间姐姐一分聊聊 因为我是从我小学五年级 你开始演年轻粉丝家 我就好喜欢你 然后你每次演那个电视剧的时候 我就 亲不要哭 亲一双十一就要到了 别哭了啊 你再哭我 我再哭了 抱歉 没有人住 没有关系 好 请抓住 好 请抓住 就知道 我想跟姐姐姐说 我好爱你 不管你的哪一个侧面 哪一个侧面 我都好喜欢你 我们也喜欢你啊 姐姐姐觉得自己哪一面最美啊 我啊 超买 超买 我真没觉得自己 因为我觉得对于演员来讲 是一个 不是负担就是 长什么样已经定了嘛 所以我就不再纠结于她了 但是很感谢你的赞美 如果大家都能长你这样的话 我相信也没有人会纠结 主持人这边 这边 好 这位女生 你又出现了 被发现了 对 好久不见了 两年前就见过了 刚刚又见了 不是吗 刚刚又见过了 好 那是这样的 因为我一直以来的话 不是 不是只是把你当成一个明星 那包括以前你学习东西 就是 英语的时候 我也是努力去学习它 那包括很多时候 我是把你当成我学习的一种动力 那我这个问题呢 是想询问一下 因为在这部戏的话 我的期待值是特别高的 因为可能以往 你要么就是演的特别美好的形象 或者说呢 就是另外的一种形象 那在《鹿水红烟》当中呢 是同时两种形象都有出现 可能对于我来说的话 是很满意的 那我也知道你在演戏的时候 会不断的去揣播它 那我想询问一下 在这部影片当中的话 你揣摩最久的是哪个部分呢 谢谢 我觉得我对待剧本 没有把它分中场戏和过场戏的分别 台词多台词少的分别 或者是长短的分别 我觉得就是跟我们每一天一样 它都是这个人生经历的一部分 所以每一部分我都是完全一样的重视 所以有时候会有一点累 因为就每天都不想放松自己嘛 就是这种感觉 敬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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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在这么长时间的坚持呢 也一定会换来 影迷们一个非常满意的结果 好的 这一位 我把最后一个提问的机会给你 好吗 好 那你的问题是 我可以站起来吗 神仙妹妹哈 我是坐这个边上的 我已经快要上场了 我看到我们的主持人 还没有关注到我们这个两边 所以我就觉得我很揪心 希望给到这个机会 我为我们两边的这个伙伴们 受难的这两边的伙伴们 给我们加个油好不好 谢谢 也非常感谢我们的神仙妹妹 给了我们这个机会 刚才你进场的时候 我们在坐的所有的这些 关注们 都是你非常非常忠实的 这些粉丝 另外呢 我今天也是从很远的地方赶回来 因为我放弃了训练 我是军人哈 放弃了训练 那放弃了训练任务 我非常亲爱的一位 他确实对你 确实 怎么说呢 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在他的房间里面 到处都贴满了你从小到大的照片 床头成尾 是吧 你女儿 肯定 肯定是跟我并肩走在一起的 今天呢 是因为他把我揪回来了 同时呢 因为我没有票 所以我坐在这个并肩上 我后来补的票 所以说 本来原定今天是赶不回来的 他坐在了中间 本来我都会给到他 但是我一直在看到他 一直举手 我们主持人没有关注到他 所以我必须为他抢一个话筒 谢谢主持人给到我这个机会 谢谢 我也同时希望我们的神仙姐姐 能不能给到我们那个 同时我再介绍一下 他同时也有个演员梦 同时呢他也经常演一些 边边角角的一些小角色 而且非常的投入 甚至到了忘我的尽力 甚至了一分钱报仇都不要 他放弃所有的工作 我都愿意去为这个 为这个这个演艺事业 去牺牲奉献 经常我是纠结的不得了 我希望我们的神仙姐姐 能不能给他一个鼓励 或者给他分享 你的感觉好吗 好 这位女主角是美 好美哦 站起来的时候了 谢谢谢谢 我这个高导 叫你看看 你应该你说 你应该你说 没有 我觉得 我首先非常感谢 谢谢你对我的喜欢和支持 真的特别感谢你 也感谢你的这个 lovement 这个然后 就是如果有梦想的话 一定要去坚持 可能 可能路 会有很多坎坷或不是 但是我觉得梦想是最重要的 祝你一切好运 祝你一切小时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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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